首先帶來關心的是 彰化的海龍離岸風電 陸域降壓站 今天發生二氧化碳外洩的重大公安事故 造成十七人送醫 其中有三人到院前 沒有呼吸心跳 所幸經過急救後 恢復生命真相 執安署中區執安中心 道場勞檢 初步研判 疑似有工人誤觸鋼瓶開關 引起了連鎖的泄漏反應 認定工程沒有預防外洩的措施 除了勒令停工 也將以違反職安法開發 白色霧裝的二氧化碳 就像瀑布冒出來 工人來不及反應只能往外逃 有人在過程中 疑似吸入過量導致昏迷 其他同事雖然沒有防護器具 也只能冒險回頭救人 消防局獲報後趕往現場 先後有十七名傷者送醫 其中昏迷的五人當中 有三個人送醫時 沒有生命真相 經過急救後 雖然恢復呼吸心跳 不過還是呈現昏迷 醫師表示患者都是二氧化碳 引起了中毒症狀 驚醒的患者他可以講話 表示他會覺得呼吸困難 頭暈胸悶 那主要應該還是他二氧化碳 系數太多 所以有一些乳酸動物現象 意外發生在二十號上午十點多 位於彰化鹿港 張邊的海隆敵岸風電陸域降壓站 當時工人正在進行消防工程 但疑似施工的過程有疏失 導致二氧化碳大量外洩 治安署中區治安中心在下午也前往 稽查初步認定施工有疏失 造成兩百六十二支鋼瓶當中 有五十六支激發外洩 沒有去有預防外洩的這些設施 那也沒有去做標示禁止 這個勞工去誤促 那那開關是撞擊的 他一撞擊就會彈開 那到底是不是有連鎖的設計 這部分我們或許要再理解 詳細調查事件發生什麼 並且妥善照顧受影響人員 治安署中區治安中心 除了做出停工處分 也以違反治安法 將處以最高三十萬元的罰還 並要求立即改善 海隆離岸封店也表示 將於廠商以及相關部門配合 釐清原因 也將進行治安改善 記得林健身王龍濤 彈化報導